朋友们,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是现代化与世界,活动选址上海非常合适,常言道,百年中国看上海。 百年多前,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起来。 一个多世纪来,上海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风云,更见证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区别, 从曾经的十里洋场到如今的改革开放开头兵,从解放前的百费代兴到现在的新金响龙, 现在的上海,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,创新发展中心,世界经贸和航运商业的商业,正走在时代的起立,连于发展的潮头,成为中国是现代化的亮丽名片。